好,大家好,我是苏富比中国书画部的黄小军 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这一幅吴冠中的水田 那这一张水田呢,其实是吴冠中在1982年时候所写的 大家知道,他其实写水田呢,从70年代就开始 那一开始呢,他是用油画 用一些油彩去表达那个天空映照在那个水面上面的颜色 可是呢,后来他就发现油彩呢,因为它的那个质感比较凝重 就不能够表达水田那个田梗,那些线条,那个流动的效果 所以后来他就把它换成了水墨 也是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幅 那这幅作品特别之处呢,它其实是集合了油彩跟水墨的效果的 如果大家仔细看,细看一点 比如说这些地方,你会看到呢,它其实整张画的线条呢 几乎都是用一个粒粉的线条 就是一个含焦比较重 所以它会突出于纸面 会营造出一个好像油彩的效果 那在这些灰银色的粒粉线条以上呢,它再用墨彩,主要是黑色的墨 再加上一些绿色,淡黄色的一些线条,把整个水田的线条美呈现出来 所以呢,这一张可以说是吴冠宗在从油彩过度去采摩一个重要过渡时期的一张作品 那这一张作品呢,也是从80年代开始就已经注入在很多重要的书本里面 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细心的去欣赏这一张画 谢谢